其實大家看我的Lag那麼久 其實我出來很常住AMBNB 但我從來不介紹AMBNB 因為AMBNB我覺得它對我來講 飯店跟AMBNB比起來 飯店的穩定度會要好很多 AMBNB有時候住起來見仁見智 但今天這一間一定要推薦給大家 這一間聽說台幣大約3600 幾間房間?三間房間 在艾維拉這裡 西班牙艾維拉這裡 它非常有設計感 然後進來也非常的大 而且它還有衣物間 還有讓你放行李的地方 真的是非常好 而且它出來外面就幾乎是在市中心的外圍了 大家看齁 所以我很難得會介紹AMBNB這種東西 但這一間真的非常好 而且它還有付車位給你 而且它是在城內區喔 因為其實在西班牙來講 他們通常非常保護他們的古城 或者是走道 那他們會讓就是車子就盡量不要進到城內區 除非是不是居民 但它城內區有準備停車位給使用的人 因為這邊其實做交通工具比較不方便 所以我們就開車來 不過它你住的地方要走大概兩三分鐘這樣子 不過它停車的位置也很好 是地下室停車場 就是有門會控管的那一種 所以其實你也不用怕說車被拖走或怎樣 因為在這邊自駕的話 其實拖調費跟罰單是非常的貴 拖調費大約兩百歐 罰單大概一百歐 然後超速的話也大概一百歐 可是這邊的人呢 我開到現在我幾乎是 就是每一個都是超速的 因為他們好像比較主動的是 你是歸數的 所以 因為我們不太了解當地 我們會盡量 我會盡量克制 比如說九十我就大概開八九八十八 但我幾乎都是被超車的這種 所以我們今天推薦的這間MBMB 有機會我再放上資訊 然後大家看一下有來愛維拉不要錯過 這間真的很棒 三間房間 你要住幾個人隨便 它還有一間客廳 所以只要三千六百塊 所以你要是很住很多人的話 說真的它隨便非常划算 所以一晚一個人 假如住六個人來講 非常舒適 六個人雙人床 都睡床的話 一個人也可以六百塊 這間真的非常推薦 我MBMB真的很少在介紹 推薦這種東西 大家可以試試看 因為我們其實在西班牙 剛到馬德里那時候 住的那間也不錯 但問題就是 在最後一天竟然沒有熱水 你知道嗎 所以這種東西 我覺得MBMB 我很難去推薦這種東西 因為萬一到時候推薦的不好 非常的 大家出來玩一定會不開心 像那天 像冬天沒有熱水洗 真的是非常窘 所以這一間先推薦給大家 假如後續有什麼問題 我再跟大家報告 但是先這樣 我們等一下繼續挨維娜 街上走一走 走吧